没有水的地方叫沙漠 没有蜜蜀的地方叫寂寞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要说到来自台湾最有名的VTuber 性人蜜蜀觉得是许多玩家 心目中的第一位 不仅能唱能跳 能风能笑 有些取带萌元素之余 还非常的可爱 而荧幕前的玩家或者是性众们 又是不是真的了解 这个活泼开朗的新世纪美少女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传教 诶不是 分享一下老大性人蜜蜀的故事啦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咪咪咪 是一个在6月8日出生的双子座 自称自己是一个6岁的新世纪美少女 体重有三香草莓那么重 身高有三颗苹果那么高 三维有三 三十六滴 性格既善良又温柔的她 在实况中却又带点嗆的可爱感 很容易就让观众们的心情变好 可以说是为性众们带来欢乐的良药 咪咪是一位台湾日本的混血儿 擅长中日良语的她 成功在竞争激烈的VTuber市场上脱颖而出 但在咪咪变成6岁的新世纪美少女之前呢 她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社畜 因此打电动也成为了 米鲁下班之后的唯一乐趣 但她为了突破自己离开所谓的舒适圈 决定挑战了截然不同的新行业 也就是尚未成熟的VTuber领域 即便自己的个性内向害羞 她也都希望可以把欢乐带给大家 因为我应该算是原本不算是一个爱表演的人 应该比较算是内向的人 就是 我应该算是不太怎么敢表现自己跟表演自己的人 就是成为VTuber之后啊 希望带给很多很多人开心跟快乐 米鲁奖是在2018年12月26日 于YouTube出配信出道 起初的外形设定是由母亲 Sanash计设计 是一个身穿T恤和外套 脖子上挂着耳机 然后下半身穿着短裤和袜子 有点散乱的发型 看起来就非常的慵懒 整体形象倾向于正态风格 首次实况就游玩了Fortnite的游戏 终日两宇能够来去自如的切换 打败对手之后还展现出了屁孩嘴炮的特性 米鲁虽然在出配信的时候说过 想要和现实世界的大家做好朋友 希望可以让大家充满着笑容 但米鲁在刚开始 却没有迎来爆发性的成长 反而是跟大部分的VTuber一样 面临了起步缓慢的窘境 只是他并没有选择气馁 反而是一直坚持地继续实况 努力地更新影片 直到2019年的6月 米鲁的订阅人数 才终于突破了1000名订阅者 还让马卡猫会师 帮忙设计了全新的Live 2D绘图 以全新的姿态 已出现在了玩家们的面前 这就得说到某年的一个 月黑风高的晚上 米鲁在前辈们的家玩耍的时候 意外睡着 他醒来之后竟发现自己 长了猫耳朵和尾巴 所以往后的形象 就是大家至今都会看到的 有着猫耳朵的米鲁啦 在那之后 米鲁仍然继续地在尝试 制作各种不一样的计划和内容 除了游戏实况、杂谈等内容之外 米鲁也在7月的时候 推出了首部翻唱影片 Lulu 慵懒可爱的歌声 治愈了观众们的耳朵 而米鲁也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 迎来了属于他的重要转折点 2019年12月 米鲁的粉丝当中 就有这一位知名YouTuber小光 在和小光认识了以后 米鲁也遇见了小光的友人阿神 并且开始跟阿神 以及其他的台湾实况组 进行联动 一起游玩了非常多有趣的游戏 不管是阿神、小光 还是羽毛等等 都和他一起进行联动过 而他可爱有趣的人设 加上呆萌的属性 也成功吸引了许多观众的注意 最终订阅人数也可以说是 得到了飞跃的成长 不仅突破了1万订阅数 更是在出道一周年中 正式和YahooTV合作 首次以36D 3D的形象活动 开启了MiruMiru星期四的个人节目 而Miru有了3D模组以后 Miru的计划和内容也变得更加的丰富 甚至在实况中也变得与以往更加的活跃 活蹦乱跳且充满重能量的他 也成功地吸引到了许多的观众入空 可以说是让许多人都认识了 这位来自台湾的VTuber 正巧2020年疫情的出现 让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居家隔离 而早已在VTuber圈子默默耿耘的Miru 也终于被人看见 但那时候另一家VTuber公司 Hololive还没有出现一只可爱的鲨鱼 一阿金人成功掀起VTuber的风潮之前 Miru就已经突破了10万订阅 并拿到了首个属于自己的银盾 当然可能会有不少玩家好奇 究竟是什么契机让Miru有了成为VTuber的想法 而他自己则是说了 是当年的VTuber四天王 Kizuna Ai或夜月等人 让他看到了新大陆 才有了想要成为其中一员的想法 真的耶 就是上海跟黑夜月 真的就是我蛮崇拜的对象 就觉得 如果有一天Miru也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子的 就是有影响力啊 或是出现的时候就带给大家欢笑的话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样子 2020年可以说是Miru最特别的一年 因为这年的Miru也和阿神 小光 博神 秀康等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融洽 一起玩了非常多有趣的游戏 像是在寒冬计划时 Miru就会变成混沌邪恶的性切黑 年纪出色的让他们都无法摸清真相 同时Miru也曾跟他们进行了许多的线下活动 像是跟博神一同在KTV合唱签本音 又或者是跑到女仆餐厅当一日女仆等 当然Miru除了跟朋友们一起出外玩乐之外 人气逐渐攀升了他 也开始在动漫展中有了自己的粉丝见面会 而且在和YahooTV合作之后 Miru的MiruV2星期四节目 不仅成为了信众们必看的计划 他和另外两位同样隶属YahooTV的VTuber 虎尼和奥利斯 共是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看到这里可能玩家们会觉得 Miru其实只是一个可爱的VTuber 但其实Miru除了非常努力之外 他可是有着FPS女王之称的哦 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12月 Miru参与了日本举办的Apex CR Cup比赛 并和队友Starlich Snoop和SpyGear 一同拿下了全场第九的成绩 而Miru也在这一次的CR Cup中 成为了首位参加比赛的台湾选手 而这一次的赛事也让Miru吸引了许多的日本观众 当天直播就突破了1.2万名观众同时观看的数量 打破了台湾VTuber同上的记录 之后的2021年Miru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各种Apex比赛 当中就包括了Streamer Park CR Cup 以及VTuber最协决定战等赛事 而且在VTuber最协决定战结束之后的后业绩中 Miru也正式跟Hololife和彩虹社的成员有所接触 与Hololife的RoboCore和彩虹社的奈罗花组队玩游戏 在之后的10月 Miru也多次跟Hololife的Matsuri同队 并且在Joss Cup中 和Matsuri跟Matsuri三人拿下了第一名的成绩 而这也是Miru首次在正式比赛中拿下了第一名的战绩 当然参加了这么多高手云集的VTuber Apex大赛 对Miru来说无疑是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且承受了非常高的压力 那到底Miru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 当下其实压力蛮大 因为自己并不熟 然后又跟了两个很厉害的人 然后呢感觉有一点点就是我 我很有可能变成那个脱后脚的存在 所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练习 或是找厉害的人 就是问他们诀窍 对 所以就是当时面与的挑战就是 我一个新手要怎么跟那些顶列的 我的天哪 但是我还是有不错的成绩 其实我觉得还蛮一以为傲的 哈哈哈哈 而在同一年的情人节 Miru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首个原创歌曲 Niatatarism 受到了信中文的喜爱 而他所主持的Miru Miru星期四节目 也在同年的7月正式走入了历史 时间来到了2022年 Miru和YahooTV达成了共识 选择和YahooTV解除了合作关系 当然作为个人师的Miru也在生涯中面临了各种不一样的挑战 虽然信中文表面上看到的都是非常正面有趣的表演 但其实Miru也为了能够带给大家好看的表演 会默默的努力且用心的准备一切 准备一些企划呀或是一些活动 当然是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心力 那有公司的支持的时候 当然会自己需要负责的东西就会相对少一点 因为可以把东西请公司人帮忙 但是个人式的VTuber来说 大部分是都还是得自己去做策划呀 或是计划或是前期的准备 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需要多花一些时间跟心力 对对对 目前吧 我觉得最具挑战的应该是 之前在高雄流行音乐节的时候 有登台表演这样子 那时候其实这么大的活动 如果我草草准备是不是就不好 或是怎么样 可是对我来说 我应该就是遇到 越是遇到这种很急促的案件 或是盛大的活动 就是尽可能的用最短的时间 去准备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 做出好的东西给别人 然后呈现出来的感觉 也不会让人家觉得是 我是短时间赶出来的 对对对 然而充满正能量的咪鲁 却也在过去面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早在2022年的时候 为了庆祝咪鲁的生日 蓝猫和魔镜娱乐公司 就为咪鲁提供了地址 让信众们可以送咪鲁礼物 或者是卡片祝福 然而这看似非常暖心的活动 却遭到有人冒用了咪鲁的名义 去订购肯德基的餐店 还用了货到付款的方式 将食物送至魔镜公司的地址 最终就造成了许多人的困扰 同时也对咪鲁的声誉造成了影响 对此咪鲁也在隔天发表了法律声明 决定用提告的方式来解决此事 不仅如此 2023年的3月 不好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咪鲁的身上 咪鲁遭受到了一个名为 VTuber破灭者 VT毁灭亡的YouTube账号的死亡威胁 这让咪鲁的内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毕竟这样的威胁方式 也确实会令人感到不安且焦虑 而事后咪鲁选择去找警察做笔录 并且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发现到自己将要被告的VT毁灭亡 最终也选择删除相关影片 并向咪鲁郑重道歉 虽然事后咪鲁很快就再次的调整过来 继续的为信众们散发正能量 但咪鲁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 内心其实也会感到些许的不安和沮丧 当然咪鲁除了会跟信众们聊天互动之外 在过去也玩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游戏以及挑战 像是魂类游戏 恐怖游戏 甚至是挑战了耐久直播 过去就在直播中挑战了 尼尔自动人行 长达11个小时的时间 除此之外 咪鲁虽然在实况上乖巧可爱 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在实况中过嗨 从而导致实况常常会出现几个有趣的言论 尤其是在过去的逃骂直播中 暴气的咪鲁狂骂信众们 却没有感到一丝怨气 对信众们来说反而是可爱的爆 加上咪鲁有时候又会说一些台语 台语参加日文的骂人方式更是极为少见 而咪鲁也对于自己的服装 具有双子座的多情特质 在过去的几年里 咪鲁就推出了超过五套不同造型的服装 而且一些服装造型还跟咪鲁原本的个性大不相同 像是今天的地雷女装 外出服或者是最近新出的天使恶魔服装等 而至于为什么咪鲁会出那么多套衣服 而且每个造型特色都截然不同的原因 重视咪鲁为了满足自己喜好的决定 同时也是咪鲁保持新鲜感的方式之一 我自己是一个双子座个性的人 所以我很多东西就是很容易想要创造一些新事物 如果没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可能很快就有一点点匮乏或是有点腻了 不想要做那么多衣服 一方面也是满足我自己的私心吧 就是可能女孩子就会比较喜欢玩纸娃娃 就是很想要帮自己的玩偶套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衣服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一方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喜好 当然除了吃饭睡觉打电动是咪鲁的日常之外 咪鲁其实也有在努力的练习唱歌跳舞 身为个人式的咪鲁 不仅在2023年的时候 开始拍摄了非常多精致又可爱的Sauce短片 影片内容除了是各种萌系废片之外 还有这许多超有料的舞蹈影片 时不时就会跟上时事拍摄一些有趣的影片 像是在最近就有这饰演板球服 又或者是跳一些K-pop的舞蹈等 而之所以他会那么积极的制作那么多的短片 正是因为咪鲁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短片的人 所以当他看到了有趣的短片时 也会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和信众们做分享 虽然咪鲁曾经说过自己是银吃 但其实信众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咪鲁 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的歌唱能力上 都有着明显的进步 甚至咪鲁也为了把自己的歌唱得更好 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学习上课 即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仍有不足之处 但咪鲁都还是会努力的把每个作品都制作得非常好 而咪鲁也在今年2023年的1月时 推出了他第二首原创歌曲 Azumir Kimie 我就是没有什么音乐涵养 我毕竟知道自己不是很擅长唱歌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请老师来做歌唱的训练 然后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因为我可能在唱歌这一块 真的就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可能一首歌 我可能就是要听个好几百遍 我才可能会就是记得它的旋律 或是它的节奏 所以我有时候连洗澡的时候都在听那个歌 就是从一首翻唱歌曲 可能就是要一直听一直听 在咪鲁坚持不放弃的努力下 咪鲁的频道日积月累 到至今已经有着超过42万的订阅数 超过了台湾的23万人口 关于这个梗 是咪鲁首次在直播中 表示自己的订阅数如果超过23万订阅数的话 那么咪鲁的订阅数就超过了台湾人口 这让许多观众都满头问号 因为台湾实际人口其实是2300万才对 发现到自己失言的咪鲁也开始委屈的狂道歉 23万人口的梗也就成为了咪鲁的其中一个黑历史 虽然咪鲁在透过了阿神等YouTuber的帮助下 确实获得了不少曝光加成 但他至今会有如此的成就 他的努力也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而咪鲁也将在今年2023年的12月 迎来自己出道的五周年纪念日 回顾他这五年来的经历 他似乎也有一些心得 以及想对一路支持着他的信众们说的话 这是经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很感谢信众们呢 然后还有身旁很多朋友的支持跟鼓励 五周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是呢都是多亏了大家才有现在的咪鲁 那咪鲁呢不止这五周年 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 都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 那还请大家今后多多指教啦 当然咪鲁对于这五年过去的表现 并没有非常的满意 仍然觉得自己有着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五分六分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表现 就是感觉可以再更好 就是我还不能给自己达到很高的分数 因为我还要学习的东西还要很多 那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我 就是或许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比较严格吧 我就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做得更好 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我这样子 但咪鲁也不会就此停下脚步 仍然会在未来继续的尝试更多 他未曾尝试过的领域和挑战 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就是我还想要做一些新鲜事物 所以我就很想要去做一些很新鲜 没有人做过的东西 那希望未来会有很多很多惊喜 可以带给大家 我自己啊 我自己很想要就是有一个演唱会这样子 线下线上我都想做 而且我希望可以找到很多 我的VTuber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演出这样子的梦想 算是我最近想 就是如果有机会完成的目标的话 而他也非常感恩这一路来非常的幸运 不仅得到了许多的前辈跟观众的教导和经验分享 让咪鲁在努力的路上避开了许多的冤枉路 而如今呢 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当初的那些前辈 为后辈以及想要加入VTuber领域的玩家们留下了一段话 应该是说VTuber是一个很充满梦想的工作 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工作充满憧憬 但是呢我也必须说他有现实的一面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带着梦想但是失望而归 只是在这个过程呢希望大家是开心的快乐的去享受这件事情 如果成为工作一定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成为VTuber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无论是在个人准备上或是有什么困难 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愿意帮助大家 VTuber这个大家庭虽然说现在还在慢慢的完整当中 但是我相信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愿意接受新来的朋友 然后或是愿意带领大家更加的好或是怎么样的人 或许米露并没有像日本的VTuber一样得到了爆红 但无可否认的米露绝对是最努力的VTuber之一 不管是从一开始市场还没有起来时的默默耕耘 还是面对挫折时勇敢的去正面应对 甚至遇到挑战的时候都会毫不犹豫的放手一搏尝试去做 都是玩家值得向他学习的地方 虽然米露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太会为自己设立目标 顺体自然的女孩 但带给大家欢乐即是他一开始的初衷 同时也是米露出道以来 一直在默默坚持旅行的一个目标 不知道荧幕前的玩家们对于米露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又有什么话想要对米露说的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